他們找出我用吸管喝飲料的照片 不過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一直不注意到 我自己也有帶保溫杯的吸管 我請大家做的事情是能少一根是一根 你們要從現在開始檢討 我從出生到現在用幾根吸管嗎? 哇!好兇啊! 這是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環保署推限速政策 呼籲大家少用吸管 被網友罵翻了 民進已跳出來幫忙解釋政策 還反嗆網友 林靜怡原本是婦產科醫師 在太陽花學運時 力挺學生爆紅 進立法院後原本也備受期待 但她去年當招委時 主導出審通過勞基法 在網路上由紅轉黑 不過林靜怡也沒在怕 網友說她拔掉辦公室電話線 幫她改名林靜英 為什麼連我辦公室處理去大便都要懷疑 我們沒有電話沒有通 今年5月質詢環保書章李應元 討論節能政策 最好是晚上10點之後就限電 10點之後不要看電視 早上睡覺也不要開電視 這樣一方面解決能源問題 二方面解決少子女化問題 就被網友罵 她一樣反罵網友抓錯重點 大家重點都畫錯 於是林靜怡的臉書 不斷被網友洗版 她則不斷幫網友上課抓重點 這麼愛跟網友比戰 根本就是民進黨的新戰神了嘛 政政中心 可以說你是女版憤怒鳥嗎? 報導